娱乐圈是最出名的照片圈 每个人出现在视频和杂志上 都是犹如仙女下凡 其实这都是化妆师化妆和后期 PS磨皮美白之后的效果 赵丽颖的这个妆种 其实化妆师绝对是无比给力的 整个人被摄影师拍摄 那也是十分的精细 但后期没有美白 感觉整体效果就差了 下面这张营宝 脸上油油的 肤色也很暗 气场都没了 下面这张经过PS后期美白后的赵丽颖 瞬间年轻了十岁 皮肤也光滑细腻了 连加黄色的衣服也变成了柠檬黄 这张照片一对比 颜值最起码差了四十分 在旋风孝子中的郑爽 郑爽的黑眼圈就非常的明显 肤色也很暗淡 整个人看上去特别没精神 而经过了专业后期美颜后 爽妹子的瞬间气质都不同 在看薇薇一笑很清诚实 这对帅哥美女的组合 一下子让我回到了青春校园的时刻 但一旦没经过PS美颜 洋洋洋和郑爽的颜值 一下子被拉低了不少 贝比的每一张照片都是非常的漂亮 有气质 但是如果没了美颜 感觉马上失去了女神范 大秘密一直称呼自己是少女蜜 平时拍照也满满的少女味 但是一旦被抓拍 整个人都不好了 感觉完全不是少女蜜了 工作室发的照片 经过了后期PS 磨皮美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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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